好,接下来星期五就贵减,传闻都很多的,因为接下来到春年年中需要去到80只,现在就60只,所以就还有20只增加的空间 其实市面就会看他们的上市,上了多久的市值,大家估计的范围都很阔的,我们经济日报的潜力股 我觉得,我开个图给大家看,有染蓝概念的,有小鹏汽车,有百济晨州,有理想汽车,中芯,京东等等 另外我见有其他,譬如分析员都会有估计,譬如觉得潤碑,钟星,宏桥,或者若明康德都有机会的 Marco,你有没有心思,其实你觉得哪一只,或者哪一两只,染蓝的机会会大呢? 其实真是薄的,我想你猜它,因为分析员太一蓝指,这条件 是的,因为我想最重要大家都是看着市值先,我想市值是一个先行,第二就是流通市值那样东西 其实也挺要估计,究竟恒指公司会怎样选择,还有因为都要看看,因为之前的咨询文件都说了,尽量可能平衡一点点的 不同行业,不同行业都有的,所以看看今次选择,或者恒指公司会选哪一样东西 这样说,我想每人心目中都,不是断背山,每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染蓝的股份 我自己看,都是用操作的那样出发,你博染蓝的,你是临收市的时候,看看它有没有走到 就是你说,最简单的,农夫山泉,大家都一定是炒染蓝的了 但是,说真的,你去到48元的农夫山泉博染蓝,我就觉得完全不值博了 你40元炒上来,都升了两成了,我觉得它就算染蓝,都不会升得很多 反过来,如果它真的染不了蓝的时候,如果用这个价去过周末的话,一定是全部打下来的 所以,我觉得最重要是看回星期五收市前的价,究竟反映了染蓝的憧憬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,我觉得可以博一下,但是如果已经反映了,我就不会乱博 嗯